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子学堂全球投资报 我是林晨英 带着您在全球的金融市场绕一绕 看一看重要的关键 投资上面的密码是什么 那么在最近我们发现说呢 全球火红 但是有谁暗自锤类 锤类有时候会到天明 有时候这个天都还没亮 那怎么办呢 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个统计 这今年以来的话 在涨势上面谁调车位呢 各位咖啡色这条的话呢 是台湾 我们发现说今年以来 也差不多涨6%了 那另外呢 这个德国涨得比较突出一点 蓝色这条的话是美国 那当然我们发现说 紫红色这条往下的 今年以来全球股市呢 涨翻天 它只有涨1% 最近还跌下去 那这个就是入股 大陆上证综合指数 在今年以来表现得很差 什么原因呢 如果这个原因是 基本面的因素 那要小心 如果不是基本面的因素 各位那如果可以做留意 好我们先来看看是哪些原因呢 目前这个中国大陆人民银行 这是它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变化 那么开始有法人说 大家都在说 美国联准会缩减资产负债表 其实呢 中国人行的话 率先缩减它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看到这个资产负债表的最旁边 这从巅峰之后呢 开始出现了一个收缩的情形 那么因为呢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代表 央中国的人民银行 它的整个方向已经开始去做反转 换言之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话呢 可能变成中立了 或是趋稳了 那这个就是市场上面会有一点烦恼 不过我们再指出第二个现象 那么这个是中国大陆的网友 他所做的一个图表 因为我们发现说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他也有一个缩表的现象 然后呢 后面他整个规模还是继续的扩充 所以在第二季以后的话呢 值得去做观察 但是目前的确在大陆的入股的话呢 是的确有出现一个量缩回党的情形 好下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造成股市绝对不是单一的因素 那么近期如果关心入股新闻 会发现说呢 一行三会监管升级 什么叫一行三会呢 一行就是我们刚刚讲人行 人行我们刚刚看到是资产负债表 那现在人行的行长周小川 他提到说呢 货币政策的话呢 将是稳健中性 我们讲本来是宽松嘛 那现在可能是往中间 叫做稳健中性的这里走了 也就是不会这么宽松了 那么另外三会的话呢 就是保监会 这是管大陆的这个保险业的 他说呢 要防范九个重大的领域 证监会的话就是管证券的 那么提到说 还有严惩害群之马 这听到主管机关这么说 通常来讲 顾民心头都很怕怕 所以我们发现说 的确在股市上面 是有出现回答的情形 另外银监会是管银行的 他说的不出成效 绝对不罢手 所以我们发现说呢 在中国大陆啊 金融业这个主管机关呢 他现在开始有一个监管 升出这种 升级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么有一些的炒作的资金 他就有可能会做退却了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一个还比较有趣的这个结构 就叫做A股的419魔咒 这什么意思呢 根据统计 A股市场的话呢 如果在这十年来 只要碰到4月19号都跌 那如果4月19号当天是放假的话呢 前一天跟后一天都会跌 所以在这次A股遇到419 正好又出现回答的情形 那当然是不是一个巧合 那还是说呢 有其他的因素 那这值得我们去做观察了 但是我也要跟各位强调的 那么跌完之后呢 有的时候是涨 有的时候是跌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统计上面的 这个出现的数据 就可以了 好 接着呢 在近期 入股的市场也盛传了 因为温州帮资金很多 之前的话是炒房 那么现在的话是炒股 因为根据 这个大陆啊 券商的一个数据 看起来呢 卖方是集中在 包括像是杭州 台州 温州 这些的券商 就是浙江这边的券商 那么所以市场盛传呢 大陆的散崩 可能和这个温州帮撤资有关系了 因为监管越来越严嘛 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就先把钱抽出来 先做观望了 那么这个 就是在近期入股回档的原因 好 我们这样子 整体的检讨完了以后呢 我们发现说 有资金好像有趋景的啦 有监管趋炎的啦 有统计上面正好出现回档的数据啦 还有听说阻力出货啦 不过呢 我们发现基本面 也就是在这个经济的部分 成长的部分的话 目前来讲 之前跟大家提过 就是说在IF最新出的报告里面 那么提到呢 全球的经济成长是加速 那么其中呢 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成长的话 占整个的全球经济成长 非常重要的份额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基本面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既然基本面没有问题 那么只是可能 资金面心里面 筹码面的因素呢 那么建议各位投资朋友呢 那么像入股啊 在今年涨势比较落后 那么未来的话呢 如果它就出现 止跌回稳的现象 到时可以去做留意的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 感谢您的观看